还蛮热的 甚至还出现了漏夜排队 抽号码排的情况 但问题是 现在有很多的争小建商 居然跑路房子就不盖了 而且还并非个案 工地铁门紧闭 杂草丛生 就连上头执灾也干枯大半 中和清末纯建案 当初预售开价每平45万 预售屋成购户共34户 没销过了一年迟迟没开工 导致成购户血本无归 外销公司 其实之前应该就知道 山林建设的财务有状况 可是没有告诉我们成购户 事隔将近一年都还没有开工 不过根据房屋交易网的统计 2020年一整年 光是开工的住宅数 就高达了13.39万户 很难想象会发生 建商倒闭的状况 另外台北市万华黄金地段 一块300坪的空地就空在这里 上头开工日期明明写着104年 不过到现在迟迟没有动工的迹象 疑似同样是遭到建商起案 他是原本是说要盖 后来每个大家都好像都 就是猜的猜的住户都同意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房市热却有建商跑路 周刊报导这样的状况非个案 另外还有卢州捷运站旁 也有建商卷覆盖跑路的案例 专家研判通货膨胀 而建料中包含砂石钢筋水泥等 原物料都大涨 钢筋涨幅更超过两成 可是很多一岸建商或是小建商 他在财务的控制上面可能会比较不理想 所以说尽管他可能销售的还不错 但是他评估他资金的来源 以及资金层金融的杠杆 可能会资金嘎不过去 一致出现这种建商会落跑的现象 疫情影响营建业 缺工缺料成本增加 民众选择建案最好是知名建商 避开一岸型的建商 才不会投入心血 却让梦想中的家成泡沫 资金属红顺利一提特别的哦